东宫最近正在热播 它是由肥沃斯存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来 由新人演员陈兴旭和彭小冉饰演男女主人公 他们的虐心爱情牵引着观众们的心 根据最新的剧情我们看到 小枫和李承鄞的关系越发的好 李承鄞嘴上说着讨厌小枫 但实际上最关心的还是小枫 其实小枫也发现了这件事 他告诉米罗 两件事他觉得很蹊跷 一件事 他和赵瑟瑟一同落水 他第一时间向小枫游过去 根本不管赵瑟瑟的死活 第二件事小枫给赵瑟瑟送酒 酒坛子摔在地上 小枫和赵瑟瑟都滑倒了 李承鄞站在他们俩中间 却先去扶了小枫 赵瑟瑟摔在地上还划伤了手 女人的第六感还是挺强的 小枫刚开始只是当局者迷 米罗旁观者亲 一听就知道李承鄞有多爱小枫 不光是米罗 太奶奶也知道这个事实 于是奋力撮合这两个孩子 太奶奶下了狠招 在李承鄞带给小枫的舟里下了药 李承鄞先尝了一口 药效就发作了 满头大汗 她知道发生了什么 小枫却懵懵懂懂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还要去摸李承鄞的头 李承鄞一巴巴 把小枫抱了起来推到了床上 小枫大喊救命 可是李承鄞像疯了一样 抱着小枫还要亲她 小枫没办法 使劲挣脱了李承鄞 拿出绳子把她手脚全部绑在了床上 模样十分滑稽 要笑过去之后 李承鄞清醒过来 还一脸坏笑的看着小枫 太奶奶失策了 东宫女孩期待的猪袍眼落空了 但是只要小枫和李承鄞好好在一起就行了 来日方掌 atac 记者还坐嬉 靠із 稍要 rip 愿 感谢观看